第一章 激励强化 迈入老年生活的引发长者 有些人会不爱动不想动 长久下来会出现激励不足的情形 他会带给高龄者积少症、衰弱症、代谢症候群等健康疾病威胁 甚至可能在人生最后阶段的旅程中 坐在轮椅或倚来照顾中度过 对个人来说是一种折磨 对社会也是极可观的成本支出 别担心 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 透过阻力训练来强化激励 可以让您获得提升肌肉的势能 增进肌肉量 提高基础代谢率 预防骨质疏松 增进心理健康 促进身体表现等健康效益 本章提供浅显易懂的指标 协助影法族或照顾者 来判断是否出现肌少症、衰弱症的前期症状 达到及早预防或治疗 面对老年生活您准备好了吗? 现在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活动身体 掌握本章节提供的四步一样训练安全注意事项 依照上下肢阻力训练指引及动作步骤 勤家锻炼 健康老化一定行